这KTV以后是真得少去了 证明说今天的故事发生在KTV 没错 网友杨吉祥曾经是一名KTV服务生 在2018年的时候在沈阳某某公馆上班 他这每个楼层都有两个VIP包房 唯独五楼只有一间特别大的VIP 房号是V5 有一百多瓶 平时这个包房也不是很常用 除非是家庭聚会或者公司团建 但是一般他这个五楼也不带客 因为底下几层就够用了 说着有一天晚上 小杨在四楼值大夜 因为比较晚了也没几桌客人 这个小杨就跑到四楼 通往五楼的那个楼梯间抽烟 那么正抽着就听见五楼有人唱歌 唱的还不是那种常见的歌 就是那种啊啊啊的歌 啊啊是啥歌 就有很多 你比如说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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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小杨当时是以为有顾客喝多了 跑到五楼练歌 心想说有病吗 这么晚了还唱得这么难听 就上楼了 当时啊整个楼层都是黑的关灯状态 这个时候啊歌声还在继续 就很明显是从威武那个包房里传出来的 小杨一边纳闷一边往这个威武走 顺势把这个手机手电筒也打开了 奇怪的是 等他走到包房门口 不唱了 没有声音了 那个每个包房的上面不是有个小窗户吗 对啊为什么每个包房上都有那个小窗户 他这个呢是为了方便服务员看里面的顾客啊 有没有做违法的行为 有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报警 然后这个小杨呢就拿着手机 从这个窗户往里面照 但那个房间太大了 他什么都看不到 本来呢这个小杨当时是想进去的 但整层楼都是黑的啊黑乎乎的 他就有点怂啊 就跑到三楼 找到一个同事叫小峰 说这个五楼什么情况 怎么灯都打不开 这个小峰才说 五楼的电闸都给关了 你开五楼的灯干嘛 小杨呢就把五楼威武 有人唱歌的事给说了 小峰一听那肯定不信啊 因为这个小杨呢 他听到的歌声啊 是从话筒里传出来的 但是五楼没有电 怎么可能有歌声呢 但这个小杨呢就坚持说自己听见了 好了 那小峰就打开了电闸 跟他一起上去了 那么一到威武一看 麦克风里连电池都没有 当时这个小杨就慌了 没有电池唱不了歌 这个是常识 这个小峰呢 当时就安慰小杨 把你可能是幻听了 这小杨是不是喝酒了 没有 这个我专门问了啊 不但没有喝酒 而且他特别的清醒 然后呢 这两个人就下楼了 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 那没一会儿 五楼又唱上了 这个小杨呢 当时就把小峰叫过来了 好了 小峰这次到四楼 也听见了 那两个人呢 就再次来到威武 这下 两个人都慌了 慌啥啊 看见小可爱了 小可爱到没有看到 但是 他们看到啊 那个麦克风 跑到沙发上了 并不在卖架上 而且呢 这个沙发上 有一个很明显的 坐下去的痕迹 就那种皮沙发你知道吧 就是坐久之后呢 会有一个 印子 那还不赶紧跑 就跑了啊 两个人就特别慌张的跑掉了 那么第二天呢 经理来了 就把这个事一说 经理呢 就把监控给调出来 他这个监控呢 就蛮高级的 带那种夜市功能 而且呢 还在录音 好了 这个监控里啊 一看 威武呢 是一直没有人进去的 直到小杨 趴到那个窗户那儿 后面的监控内容呢 就跟咱们刚才讲的一样 但是 就只能听见小杨 和小峰说话 听不见唱歌的声音 然后这个经理呢 就嘱咐两个人 说你们千万不要 把这个事往外说 那么当天晚上呢 经理没有走 那唱歌的声音又来了 经理啊 就带着小杨他们一帮人 在四楼 通往五楼的楼梯到那儿 就集合了 当时电闸是开着的 不过灯都没有开 那么一帮人就走到威武门口之后 里面又不唱了 就当时有个胆子比较大的人 就特别虎 就直接一脚把门给踹开了 然后把灯给打开了 其他人才进去 那么进去之后一看呢 空荡荡的一片啊 什么都没有 而这个麦克风就放在桌子上 当时那个胆子比较大的人 可能就想装一下 你知道吗 在经理的面前嘛 就破口大骂 各种主案问候 正骂着 包房的门 忽然间砰的一声 就给关上了 吓得一伙人呢 就猛的一机灵啊 就赶紧回头瞅 结果刚回头 房间里面 啪的一声 转过头来一看 话筒掉在地上了 话筒那么重啊 好好的怎么能掉地上呢 所以说嘛 当时大家都 啊怂了嘛 就把这个经理啊给抱住了 啊很尴尬 就很懵逼 看着这个经理啊 希望经理可以拿一个主意 那结果你才经理怎么着 怎么着 直接认怂了啊 直接一个鞠躬啊 打扰了打扰了 对不起对不起 走掉了 完事第二天啊 就那个胆子比较大的服务员 就开门 还骂人的那个啊 就发烧了 39度多 人都稍迷糊了 那么这个事传开之后 服务员都离职了 经理也走了 他这个KTV啊 不到一个月就慌了 然后这个KTV呢 又荒废了有半年吧 又一个老板 你把他给怼下来 重新装修了 结果开业第一天 后半夜 五楼又唱歌了 啊那边还在营业吗 啊没有营业了 就已经 也倒闭了 也倒闭了 那据网友说呢 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改成了席域 而且呢 生意还蛮好的 为什么席域就生意好 那不一样呀 你说这个KTV 常年不见阳光 对不对 而且呢 你换了一个行业啊 这个气象呢 就变了 说不定你这个席域的老板 就比较懂行呢 对不对 找人做个功课呢 你这说的 我这以后都不敢去KTV了 那KTV真得少去啊 那太贵呀我可 好了 我是老飘 我是蛋蛋 下个故事见